时隔这一年 这场大地震对于环境的影响 科学家还在研究 目前已经知道的 在大量山崩之后 所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 等于是全球燃烧石化燃料的2% 非常惊人 另外对于文物的损失也是难以估计 枪族的传统建筑物 还有北川的枪族博物馆 都在这次地震中毁坏 无法复原 在这场不可抗拒的天灾中 我们看到了在大自然的面前 人类的渺小 也谢谢您今晚跟中间新闻团队 共同来关心这个议题 我是卢秀芳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